巴黎时装周在十余假期中结束了,一起来回归一下这次巴黎时装周女明星们的造型吧。 今年的范冰冰一身黑色气出现在LV秀场,高马尾的干净力落发型搭配当晚的舞斗式形象, 马尾的银色发色也是一大亮点,凸显出了一种未来感和科技感。 在妆容上用了橘色眼影搭配雾感红唇,帅气中带着心感,气场十足。 蔡依林低马尾干练帅气,妆容重点则放在眉眼上,本来就水汪汪的大眼睛在加重眼妆后更有神。 而纯妆则用了淡淡的粉色,非常乖巧,不强戏。 刘文的妆容自然到一度以刘文素颜上了微博热搜。 巴黎时装周的两场秀上,刘文的妆容重点全在纯妆上。 可乐秀场用了豆沙粉色,而Channel秀场上大家要说的素点就在于,算大表姐用了豆沙红色,也显得妆容上非常自然。 唐烟和叶边上衣搭配金属质感的喇叭哭,一看就是帅气甜美风。 唐烫用了长络尾眉搭配粉红橙色,概念的小仙女也是美番了。 赵丽颖豆沙色口红搭配一席黑色吊带琴,果然有品牌大使的气质。 显然短发的赵丽颖在造型上的时尚度也提升了,变了很有个性,在造型上也更有特点。 吴熙在巴黎时装周一共三场秀,第一场吴熙用了很多人都不敢用的南瓜色,搭配型短发非常利落大气。 第二场剪洁上衣搭配印花裙的吴熙用了裸粉色,体现了一种断装优雅的感觉。 第三次用豆沙色来演绎当天的帅气利落造型,气质买分。 今年的巴黎时装周之行,吴熙又换了一次本发,这次似乎要走干恋女强人路线,真的把自己越变越美。 唐一熙这次的巴黎时装也跑了两场秀,一身白色连衣裙亮相JM8的大秀,显约又掀气。 搭配粉红色唇显得皮肤和裙子白成一体了,紧接着针织帽配小脏片完全是演绎了甜美又俏皮的唐一熙本人。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李宇春,在香街上的李宇春可以说是气场凉尼巴,一头银紫色头发帅气概念,而猫眼线装搭配裸橘色性感又很冷峻,走路都是自带BGM。 这次在时装周梯台上的它更冷艳,这种银紫色的除了更有时尚感之外还有高冷,但是些很让人喜欢。